今天是來參加頒獎點 沒錯 然後很開心 今天可以參加 就是這麼有創意 而且是絕無情有 一場的頒獎點面 然後在娛樂的產業中 就是音樂跟畫面 是很重要的元素 對 然後要好的音樂呢 跟就是有創意的影片 才算是好的作品 所以呢 要達到這兩者的完美 必須要有非一般人的思考邏輯 還有不要臉跟不要命的精神 對 我看阿達快不要命了 所以今天就要頒發 我們的 僅有一次的 最佳創意財團獎 沒錯 最佳創意財團獎 這個是財團 是財能的財 財團法人的財團 對 不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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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你們試的話 現在也不用票整這樣 說得不用試 是 是 是 好 我們來看看入圍的一套 入圍的一套 入圍的有 林高遠的財獎 三一 五一選詩 自由發揮 環球國際唱片股份 入圍公司 大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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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人天才獎 寶貝 寶貝 自由發揮 環球國際唱片股份 入圍公司 我是 我 好 我 老公 你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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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不悔才講 我是悔自由發揮 衷彩團講 自由發揮 自由發揮 現在我們要頒發的是 第一屆奧賭賭金像獎 創意財團獎 太緊張了吧 這一屆入圍都超強的 而且請頒獎人 競爭好激烈 頒獎人請盡量不要笑牆 好 要揭曉 揭曉我們的 最佳創意財團獎得獎的是 是誰呢 競爭太激烈要是重缺怎麼辦 自由發揮 得獎的是自由發揮 天馬行空展覽 有現實上最不一的創作展 自由發揮 閉關一連發行 創意無窮 氣勢彷彷彿 這個自由發揮 變贏原神代作品 王 請發表得獎感言 來 阿老 你有準備嗎 說真的 我們聽到很多人在就是 上台連獎的時候都會說 其實我真的沒有準備得獎感言 其實呢 我們也是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想到說 有一天真的可以得到這個 這麼劉國際代表的奧獨獨金像獎 然後其他的入圍者都這麼強 我們沒有想過會從他們手上拿下這張 那個這座獎 我覺得入圍就是肯定 我們希望我們把我們手上這個獎 跟所有入圍者跟有報名參加這個獎項的 演藝人員一起分享 對 那特別呢 這座獎呢 我們也要獻給我們一隊很重要的人 因為我們在好幾年前 曾經領了他的金曲獎 是 然後我們現在就拿這個最大的還給他 好不好 幫我們歡迎 我直接拿過去給他 直接送過去送過去 不太想要理我們 因為我們在三年前的時候呢 幫阿迪亞老師 阿迪亞老師 歡迎 領過他的金曲獎 現在我們就還他一座 這麼大座的獎項 代表我們對他的感激之意 我們自由發揮呢 在12月16號發行我們的第二張專輯 專輯名稱叫電影原生代 對 然後這一次呢 那個概念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是我們十首歌 是十種不同的電影類型 然後我們先為這種類型做了配樂 然後填入詞跟曲 然後就是希望表達我們對電影的熱愛